欢迎来到爱上听书,祝大家听书愉快。 尼采说,有思想的人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与人交往,看书,心怀热情,少了任何一条,就无法进行思考。 这里,尼采向我们展示了有思想者的三个必备要素,与人交往,看书,心怀热情。 也就是说,一个智者是不会拒绝与人交流的,这就是三人行,则必有我誓言的道理。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智慧的源泉,是开阔眼界的根本方法。 内心火热,才愿意接受外界新鲜事物,才能不断进步。 下面,我们来听听著名学者王亚南的故事。 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资本论最早的中文翻译者王亚南,从小就酷爱读书。 他在读中学时,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读书,特意把自己睡得木板床的一条腿,巨短半尺,成为三脚床。 每天读到深夜,疲劳时上床睡一觉后,迷糊中一翻身,床向短角方向倾斜过去。 他一下子被惊醒,便立刻下床,复暗夜读,天天如此从未间断。 结果,他年年都取得优异的成绩。 1933年,王亚南乘船去欧洲,半途中刮起大风,顿时巨浪滔天。 当时,王亚南正在甲板上看书,他的眼镜已经被风吹走了。 这时,他赶紧求助于旁边的服务员说,请你把我绑在这根柱子上吧。 听到王亚南的话,服务员不禁笑了起来,因为他以为王亚南是害怕自己被巨浪卷到海里去。 谁知道,当他真的把王亚南绑到柱子上时,王亚南居然翻开书,聚精会神地看起书来。 船上的外国人看见了,无不向他投来精一的目光,连声赞叹。 我们确实应该学习王亚南爱读书的习惯,并逐渐在生活中培养读书的习惯,长此以往,必定会爱上阅读。 培根说,书籍是在时代的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他小心翼翼地把珍贵的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 哥德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书中自是知识的海洋,其实,爱上阅读并不是什么难事,关键是你要学会读什么书,怎么读书。 有人说,一个人的后半生,取决于他读到的第一本书的记忆。 因此,我们要记住,如果一本书不值得去阅读,就不要过于强调阅读的数量,甚至可以不去读,那样只会让自己装了一肚子的书,却解决不了生活中的一个小问题。 因此,你可以询问那些长者、智者,让他们引导你找出喜欢并优秀的文字,而不要浪费时间阅读垃圾文字。 当然,要做个有思想的人,我们还需要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是开放自己的心态,多与人交流。 第二是心怀热情。 与人交往,热情是第一个被对方感知到的品质,这也是人际交往中的心理规则。 因为人们总是有这样的感觉,那些热情的人肯定会有一些其他良好的品质, 比如有爱心,乐于助人,对生活保持乐观态度,容易接近等等。 而这些都是人们在交往中希望看到的。 总之,我们要努力做到以上几点,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腹中空空, 我们又怎能被他人尊敬,又怎能获得自信呢? 培根说,如果你没有一种天赋的才能,不必因此感到悲伤, 因为你大可以去学习。 这里尼采告诉了我们获得自信的一个方法,学习并获得一项才能。 生活中人们常说,你自己永远是信任你的最后一个人, 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信任你了,还有你自己信任你自己。 列宁也说过,自信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然而,在如今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如何才能获得自信,获得成功, 如何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光芒呢? 最起码,你必须拥有一项才能或本领。 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要相信自己, 只有这样,才不会随波逐流,才不会趋之若鹜, 才能不走寻常路,才能最终获得成功。 而如果你没有这项天赋时,不妨去学习一种。 华裔女主播宗玉华曾说过,不要怀疑自己的才华, 她之所以能够以一名华裔女子的身份, 躋身在人才济济的美国电视圈, 受到大众的肯定和喜欢, 就是凭借她的才华和自信。 的确,只有自己相信自己, 才能在挫折连连的时候, 努力走出自己的路, 不因别人而放弃自己。 没有任何人可以放弃你, 除非你自己先放弃自己。 畅销术作家刘庸曾经有过这么一段经历, 他的第一本书《迎窗小雨》写完之后, 原本打算找出版社给他出版, 但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后来他不得不花钱出版, 但没想到的是, 他的书却卖得很火, 连当初拒绝他的出版社都大跌眼镜。 刘庸说, 当你站在这个山头, 觉得另一座山头更高更美, 而想攀上去的时候, 你第一件要做的事, 就是走下这个山头。 所以, 即使今天的刘庸已经成功了, 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所坚持的, 也不会因为别人的眼光而改变, 这才是真正的自信。 的确, 任何时候, 唯有自己相信自己的才华, 别人才可能相信你, 自己如不放弃, 别人又怎么能放弃你呢? 可见, 自信是力量, 是一种涵养, 一种品质。 只要你有自信, 哪怕你身处险境, 也能平静而坚强地面对一切, 面对人生。 然而, 生活中的一些人, 他们却因为自身存在的某些缺点而自卑, 甚至把自己人生的主导权交给他人, 不难想象, 这样的人会有什么大作为。 当然, 要获得自信的方法, 无外乎掌握一项他人所没有的技能, 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地学习, 这个过程也许是痛苦的, 但只要我们不放弃, 就会获得成效。 小柱马是法国著名的小说家, 他从小在父亲大柱马的耳濡目染下, 开始文学创作, 尤其是写小说, 但在他开始创作的头几年, 他的稿子总是被编辑退回来, 他很苦恼, 看到儿子总受打击, 大柱马对他说, 你可以直接告诉他们, 你是我的儿子, 那么也许情况会好很多。 小柱马固执地说, 我绝不, 如果这样, 我就是踩在你的肩上摘苹果, 用这种方法摘到的苹果, 又有什么味道呢? 他拒绝了父亲的建议, 还给自己取了十几个不同的笔名, 并且用这些笔名, 给很多编辑寄了自己的文章。 当然, 小柱马后来还是接连不断地遇到退稿的情况, 但他并没有沮丧, 而是鼓励自己一定会成功。 后来, 他寄出了自己的长篇小说《插花女》, 这次, 他的文章震撼了一位老编辑。 这位老编辑很细心, 他发现, 这篇小说的寄出地址, 和自己多年的好友大柱马的地址是一样的, 他怀疑这是大柱马采取了另外一个笔名写的作品, 因此, 他带着疑问去拜访大柱马。 令他没想到的是, 这部小说的作者, 竟然是大柱马的儿子小柱马。 你为什么不在你的稿子上, 数上你的真实姓名呢? 老编辑不解地问小柱马。 小柱马说, 我只想拥有自己真实的高度。 别人所给予的永远都不会属于你自己, 一个想要成功的人, 不应满足于别人隆重的食物, 而应该努力掌握自己捕猎的技能, 找寻开启这个世界的钥匙。 没有什么神明能够保佑你, 能帮助你摆脱现状的, 只有你自己, 你就是自己的主人。 从这里, 我们发现, 每一个人都应当学会提升自己, 这是保持思维活力的最佳良方。 为此, 你一定要树立终身学习, 随时学习的观念, 要善于发现身边值得学习的东西。 因为提升自己, 不一定要脱离现在的工作, 更没有必要脱产走回学校, 因为年龄、 经济等条件都不允许, 我们不可能再走回纯粹的学生时代。 随用随学, 做有心人, 留心身边的人和事, 学会随时发现生活中的亮点, 并注意总结别人的成功经验, 拿来为自己所用, 这可能是生活和工作中, 能让自己进步得最快的一招。 总之, 我们要做一个上进的人, 要不断扩大自己的视野和知识领域, 并能有所收获。 我们要把学习当成一生要做的功课, 这样才有助于塑造一个心智丰富, 而且具有良好世界观的聪明人。 爱即宽容, 爱甚至能容下情欲。 尼采是个终身未婚的人, 但即使如此, 他的这句话依然道明了爱人之间的相处之道。 的确啊, 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各种不顺心的事, 会遇到各种不顺眼的人, 婚姻和爱情生活中也是这样。 如果你不学会原谅, 就会活得痛苦, 活得很累。 原谅是一种风度, 是一种情怀, 原谅是一种溶剂, 一种相互理解的润滑油。 原谅像一把伞, 它会帮助你在语迹里行路。 有的时候, 原谅对方也就成全了自己的幸福。 加拿大的魁北克, 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山谷, 这山谷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唯一能引人注意的是, 它的西坡长满各种各样的树, 而东坡只有雪松。 这一奇异景观是个谜, 也一直没有令人满意的结论, 最终揭开这个谜的是一对夫妇, 那是1983年的冬天, 这对夫妇的婚姻正濒于破裂的边缘。 为了重新找回昔日的爱情, 他们打算做一次浪漫之旅, 如果能找回就继续生活, 如果不能就友好分手。 他们来到这个山谷的时候, 天下起了大雪, 他们支起帐篷, 望着漫天飞舞的大雪, 发现由于特殊的风向, 东坡的雪总比西坡的雪来得大, 来得密。 我一会儿, 雪松上就落了厚厚的一层雪, 不过当雪激到一定的程度, 雪松那富有弹性的枝压, 就会向下弯曲, 直到雪从枝上滑落。 这样反复地积雪, 又反复地弯折, 反复地落, 雪松完好无损。 可其他的树, 因为没有这个本领, 树枝被压断, 西坡由于雪小, 总有些挺了过来, 所以西坡除了雪松, 还有百树和女真之类的树。 帐篷中的妻子发现了这一景观, 对丈夫说, 东坡肯定也占过杂树, 只是不会弯曲, 才被大雪摧毁了。 丈夫点头称是, 忽然, 二人像明白了什么似的, 相互紧紧拥抱在一起。 丈夫兴奋地说, 我们揭开了一个谜, 对于外界的压力, 要尽可能地去承受, 在承受不了的时候, 学会弯曲一下, 像雪松一样让一步, 这样就不会被压垮。 这对夫妻的奇遇告诉我们, 在婚姻爱情生活中, 要学会承受, 学会原谅, 原谅别人, 就是成全自己。 宽容是一种美德, 是对犯错误的人的救赎, 也是对自己心灵的升华, 不要总是想着, 对方如何得罪了你, 给你造成了多少的损失, 想想对方, 是不是值得你去如此发火, 他是故意的, 还是无心的, 平时带你怎么样呢? 给对方一个机会, 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 对于一些人, 原谅, 远远要比惩罚来得有效, 也许只是一时的失误, 也许只是一闪而过的邪念, 人总有犯错误的时候, 不要过于苛刻。 爱人之间难免也有碰撞, 有摩擦, 或许对方根本就是无意, 或许对方有难言之隐, 退一步天地宽, 不妨试着置之一笑, 给别人也给自己一次机会, 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而对于那些, 在你看来不能原谅的错误, 你要相信, 爱人是可以改变的, 如果要改变别人, 需要先试着改变自己, 不要总是认为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有的时候, 只要有信心, 人是可以改变的, 尤其是对于相爱的人, 你要是爱着对方, 就要给他机会去改变。 但是, 要求对方的同时, 也要严格要求自己, 对于自己的一些为对方所不能容忍的毛病, 一样要加以改正。 的确, 一个家庭建立起来并不容易, 靠的是一砖一瓦, 一丝一缕的温暖与感情, 但若想摧毁它, 却是轻而易举。 一个健康的家庭关系, 是需要经过一段漫长的, 欣欣相印, 风风雨雨的过程, 需要双方不断自我反省和调整。 更重要的是, 二人有着宽容开放的心, 在爱中学习爱。 可能在婚姻和爱情的磨合期中, 很多的人都试图改造对方, 要对方变得完美。 一旦对方犯了什么错误, 就把这段辛辛苦苦经营的爱情打进地狱, 这是爱情痛苦的根源, 但我们要知道, 尘世中的哪一种生活, 也称不上是完美。 不求完美, 我们的心中便会多一份坦然, 多一份满足, 换言之, 也就是多了一份幸福。 在感情的世界里, 爱人之间, 最重要的基础是宽容, 尊重, 信任和真诚。 宽容是善待自己, 善待爱情的最好方式。 即使对方做错了什么, 只要心是真诚的, 就应该重动机而清结果, 这样才能换回幸福的爱。 另外, 如果彼此相爱, 为什么不多一份宽容与忍耐呢? 充分地理解对方的行事做法, 不苛求, 不抱怨。 如此, 必然给对方以爱的源泉, 爱情才会和美。 的确, 无论是爱情还是婚姻, 说白了, 就是二人如何相处, 而最好境界的相处之道, 莫过于糊涂一点, 你会发现, 呈现在你眼前的, 那便是美好。 尼采说, 尊敬意味着与对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甚至敬畏, 尊敬如果存在上下级关系, 就是不平等的, 而爱却没有上下之分, 也没有悬殊的力量, 爱能够包容一切。 这里, 尼采的观点是, 爱与尊敬无法兼得, 要想被爱, 就要放下那些所谓的荣誉心, 因为爱人之间, 必须是平等的, 没有那些敬畏之心。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 无论我们在职场、 社交中表现得多么优秀, 我们都还是渴望, 有个爱自己的伴侣, 有个幸福的婚姻, 但对于爱人, 我们一定不能有架子和威严, 而应该用平等、 尊重的心, 去与爱人交流。 有一次, 女王维多利亚忙于接见王公, 把她的丈夫阿尔贝托冷落在一边。 丈夫很生气, 就悄悄回到卧室, 很长时间以后, 有人敲门, 丈夫问, 谁呀? 回答是, 我是女王, 门没有开, 外面又敲门, 屋内又问, 谁呀? 女王和气地说, 维多利亚。 可是, 门依然禁闭, 女王气急了, 但想想还是要回去, 于是再次敲门, 并温和地回答, 你的妻子? 结果, 丈夫马上笑着打开了房门。 维多利亚女王是个很伟大的女性, 可是, 她在丈夫面前只是一个妻子, 她和丈夫是平等的。 那么具体说, 我们该如何做, 才能被人爱呢? 首先是多交流和沟通。 有人说, 婚姻是两个人的舞蹈, 因此, 关键是怎样跳, 才和谐。 如果一方只知道迈着自己独特的舞步, 那么另一方就会因为跟不上而逃避。 既然婚姻是两个人的舞蹈, 那么再忙也要每天坚持跳上一段。 二十, 说点甜言蜜语, 人都是听觉动物, 恋爱中会说话的人总是更讨人喜欢, 嘴巴甜一些, 恋人也欢喜, 尤其是见到对方父母的时候, 能说会道的人更容易让对方家长接受。 在恋爱期间需要甜言蜜语, 走进婚姻的殿堂更需要甜言蜜语来滋润婚姻。 在讲话的时候, 不要太苍白, 太没有情味, 说话直来直去, 这样会招致情感上的冷淡, 甚至走到家庭破裂的边缘。 无论是热恋中的情人还是夫妻之间, 爱情的表达并不是多余的, 它可以把平淡的生活之海, 积起一朵朵无彩的浪花。 可是, 现实生活中, 却有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 结果感到婚后的日子平淡无奇, 少了激情, 更有甚者陷入情感危机。 其实, 有些时候, 一句直输爱意的我爱你, 分别时候的一句我想你, 对你来说, 可能是举口之劳, 可是对对方来说, 却是倍感温馨。 三是学会转换角色, 可能在工作中, 你已经习惯了对下属不苟言笑, 因为这有助于你数据权威, 但是在情感中, 你必须改变。 回到家里, 身为女强人的你, 要努力做个小女人, 展现女人柔美, 妩媚的一面。 如果你是个事业狂, 也应该努力做个贴心的丈夫。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镜头, 一对夫妻到一家餐馆去用餐, 太太问先生, 你要吃什么? 先生说, 我要吃炸酱面。 太太马上说, 你吃什么炸酱面? 吃那个对你不好, 又没有营养。 就这样, 先生连自己吃什么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这位太太多半是一位女强人。 如果你也是这样的妻子, 你是否已经发现, 在单位你喜欢发号施令, 这种习惯, 自觉不自觉地就带到了家里, 家里有什么事, 你先发表观点, 先生要是不同意, 你就一直到说服他为止。 慢慢地, 先生不爱说话了, 你们的关系也很紧张, 你是不是该做些什么? 其实, 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 就是及时转换自己的身份, 上班的时候当个女强人, 和男人一样雷厉风行的工作, 下班回到家里, 变得小鸟依人, 在家里单居下风。 四是, 学会示弱, 无论是男人或女人, 示弱都能让对方感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即使有些事, 你能自己完成, 说几句好听的话, 都能调动对方的激情, 让彼此之间更加亲密。 所以, 爱可不是像电视演的那样诗情画意的, 而是一门哲学, 别再执着于谁必须要为谁改变, 谁必须听谁的之类的问题,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爱, 和自己所爱的那个人, 变或者不变, 完全在于你自己怎么看。 尼采说, 当是否要结婚的抉择摆在你面前时, 如果你迟出不定, 那么请问自己一个问题, 再过几十年, 等到八九十岁时, 你们是否还会相谈甚欢? 这里, 尼采为那些陷入到底是否应该结婚困惑中的人, 指了一条明路, 是否有共同语言与沟通欲望, 应该成为我们决定的重要因素。 古今中外, 关于幸福, 人们有很多的理解, 对一门心思敛财的格朗台, 拥有如山的金币, 大概就是他最大的幸福。 当他年老历衰, 甚至生命垂危之时, 他仍念念不忘他的金子, 这样的幸福是多么的可悲。 当中国的封建学子们以洞房花竹叶金榜提名时, 为人生的最大幸福, 并且为之疯狂时, 我们看到了无数个犯进重举后喜极而疯的场面。 幸福就是如此吗? 其实, 真正的幸福是与自己相爱, 合适的人厮守终生。 在爱情中, 幸福很简单, 只要我们懂得发现, 懂得珍惜, 幸福就很简单。 然而, 所谓珍惜, 并不是要去珍惜最好的, 那不叫珍惜。 珍惜的真谛, 恰恰在于避肘自珍, 正因为不够完美, 所以才需要我们去珍惜。 只有珍惜, 才能使寻常的日子, 寻常的人, 寻常的感情, 历久弥新, 变得珍贵起来。 那么, 什么样的配偶, 才是合适的人选呢? 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机会, 你的一个朋友, 买了一件很漂亮的衣服, 他穿起来很好看, 于是, 你也想买一件, 但是在试穿后, 你却发现, 这件衣服再好看, 却不适合自己的气质, 那么只能放弃。 这只是生活中一个简单的道理, 但是从这件小事中, 我们不难得出一点, 适合自己的, 才是最好的。 其实, 在择偶这个问题上, 我们也应该明白, 绝不可以因为中围的人, 已经进入婚姻, 而草草结婚, 只有寻找到, 与自己有共同语言, 相谈甚欢的人, 我们才有可能经营出, 幸福的婚姻和人生。 冯玉祥将军当年走, 颇费了一番周折, 在遇到了皮肤趋黑, 相貌平平, 而又不修蝙蝠的财女李德权时, 他先问对方, 你为什么同我结婚? 对方的回答不同凡响, 上帝怕你办坏事, 派我来监督你。 这是一个幸福的求婚故事, 也是一段幸福婚姻的开始, 欣慰一笑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从中吸取一条择偶经验, 与自己有共同语言的人走在一起, 我们才有可能谱写幸福婚姻的篇章。 我们都是在集体中生活的人, 我们也都有自己的圈子, 于是, 我们常常可能会不经意的, 用周围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生活, 认为别人已经成家了, 自己也应该结婚, 如果我的爱人也这么漂亮, 带出去该多有面子, 如果我的老公也这么有钱, 我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很多时候, 人们往往忽视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认为只有别人觉得自己是幸福的, 才是真的幸福, 而实际上呢, 幸福是属于自己的, 他人只能旁观, 却不能真正感悟, 一味地模仿别人的生活, 很可能让自己离幸福的脚步越来越远。 这就如同人们经常说的, 如人饮水, 冷暖自制。 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别人, 当然, 也不会轻易地接受别人的思维, 人是群居动物, 不是特立独行的。 我们不要用那些苛刻的条件来挑选配偶, 只要与我们有共同语言, 能与我们相谈甚欢的人, 就一定是适合我们的。 总之, 请不要用别人的眼光去审视自己的幸福, 幸福是属于你自己的。 任何人都有话语权, 但却没有决策权。 新时代的人们都应该有一颗独立自主的心, 要明智地选择自己的配偶乃至人生, 更加理智地去看待身边的人或事, 从而让我们的生活 更加和谐, 更加美好。 你才说, 现在的你, 是不是坚信, 要把最好的自己留给对的人, 是不是相信, 那个合适你的人终究会出现? 你是不是等了很多年, 你是不是希望那个人深爱着你? 再没有比这更自以为是的了, 在这之前, 请问问自己, 我是不是值得让更多的人喜欢自己? 这里, 我们能够提炼出尼采关于爱情一个重要的观点, 在渴望被爱之前, 我们首先要做的, 就是努力地提升自己, 让自己更美好, 让更多的人喜欢自己, 那些被众人所厌恶的人, 又怎么能指望他人爱你呢? 诚然, 爱情是世间最美好的事物, 千百年来, 对于爱情的各种故事, 也被广为传颂, 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拥有一个深爱自己的爱人, 都渴望能与之携手走弯一生, 然而, 要得到他人的爱,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做一个受人欢迎的人呢? 不难发现, 我们生活中有些人, 他们总是做着各种美丽的爱情梦, 女人们希望自己遇到白马王子, 男人们也一直在等待着自己的梦中女神, 但事实上, 最终他们遇到了吗? 如果你不变成更美好的自己, 又怎么可能遇到更美好的他呢? 当然,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我们不可能十全是美, 我们的爱人也不可能十全是美, 但我们应该有一个追求完美的心态, 取法其上, 得其中也, 取法其中, 得其下也, 取法其下, 不足道也, 只有与时俱进, 以高标准来要求自己, 我们才会逐渐完善自身。 你才说, 爱的意义不是为了寻找与自己完全相同的人, 也不只是为了寻找, 接受并爱自己的那个人, 爱是为与自己完全相仿的人的真实状态而喜悦, 即便此人与你有着相反的感情, 我们也要为了这一感情而喜悦, 这才是爱的真谛。 我们从尼采的这句话中能感受到, 爱一个人的真谛, 就是要学会爱真实的对方, 并接受彼此之间的差异, 的确, 我们总是戴着面具走进爱情的, 总想展示自己最优秀的一面, 而刻意隐藏着平凡普通的部分。 你要接受一个人, 不只是接受他的优越, 更要看清他的平凡普通, 并仍然去深爱。 事实经常是, 我们走着走着, 就感觉对方变了, 其实, 我们只是走进对方最真实的地方, 然后迷失了自己。 任何一个人都希望爱情婚姻幸福, 然而相爱的两个人, 通常都有着不同的性格和生活习惯, 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因素, 但只要我们能做到心平气和, 尊重, 理解和包容对方, 是能够做到求同存异的。 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故事, 妻子有着一般女人的爱好, 逛街, 而且经常是日出时出门, 日落时还不进门。 因为这一点, 我和妻子在结婚之初, 闹过很多次矛盾。 记得那一次, 无一长假的第一天, 她就拉着我去陪她逛街, 我只好嬴了头皮去了。 谁知道, 妻子这个好动的女人, 对什么都感兴趣, 一会儿看看这个, 一会儿看看那个。 对于自己想要买的东西, 不仅要货币三家, 还要讨价还价。 我实在受不了, 就催她赶紧付钱, 结果妻子不高兴了, 回家后我们吵了一架。 自从那次以后, 只要妻子再拉我去逛街, 我都是千方百计找借口推辞。 时间长了, 她也就不喊我了, 而是找自己的闺蜜。 其实, 刚结婚时, 我也希望能把妻子好动的性格扭转过来, 希望她也能和我一样, 在家里看看新闻, 学点东西。 但是, 被妻子改造自己的情况却说明, 把个人喜好和性格强加于人, 无异于帮助别人制造痛苦。 我的打算也就此流产。 如何协调夫妻关系呢? 后来, 我在翻阅历史书时, 看到了求同存异这四个字, 这给了我很大的启示, 夫妻之间也可以求大同存小异。 跟妻子商量, 她赞同这种观点, 于是, 我们进行进一步协商。 妻子好动, 就应该让她去参加适合她的活动。 我喜欢静, 则由我去从事我自己喜欢的事, 只要不超过原则, 即互不干涉。 同时, 我们觉得还必须挖掘出一些共同点, 否则, 两人的话题便会越来越少。 于是, 我们买了网球拍, 傍晚时, 就到小区的网球场锻炼。 事件证明, 我们这套相处方法还是有效的, 妻子再去逛街, 一般只会告知我一声, 我也就不用跟着去了。 而我则在家里做自己喜欢的事, 看看新闻, 读读书, 写写文章, 互不干扰, 各得其乐。 如今, 我们的婚姻已经过了七年之痒, 期间少有矛盾摩擦, 恩爱和谐。 我和妻子的性格如此不同, 却能和睦相处, 我想, 应该就是求同存异的结果吧。 很明显, 我们从这位先生的经验中, 能够看出, 他之所以能和妻子和睦相处, 恩爱如初, 就是因为他们遵循了求同存异的相处之道。 其实, 两个人相爱, 大部分也是被彼此所没有的特质所吸引, 只是在不断相处的过程中, 我们逐渐忘了这一点。 要知道, 每个人的性格不同, 把自己的喜好、 习惯、 强加于对方, 必然会引起很多矛盾。 爱人之间, 要做到接受真实的彼此, 就要尊重对方与自己不同的方面, 尊重对方的个性, 这也是一个人保持独立人格的基本要求。 虽然大家生活在同一片屋檐下, 但仍然是有自己思想的个体, 仍然有各自的爱好和价值观。 当然, 这求同存异也不是放任对方, 只要对方的行为不破坏家庭的稳定, 有利于保持身心健康, 我们就应当支持。 存异的目的是为了求同, 这求同对于家庭来说, 当然是为了家庭的温馨, 家庭的幸福。 少年有成, 而心智不成熟, 就会变得骄傲自满, 忘却年长者的教诲, 忘却脚踏实地的态度的重要性。 多年之后, 别人已经变得成熟, 而他们还是停留在曾经的成绩中, 炫耀自己的过去, 变得难以自拔。 这里不难发现, 尼采要告诉我们的是, 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 过早的成功, 会冲昏年轻人的头脑, 让他们变得浮躁, 失去正确的价值观, 也会失去发展的机会。 而一个人, 只有经历痛苦, 失败, 才能明白成熟的真正含义, 也才能成为一个具备成功者资质的人。 从前, 有个叫中勇的孩子, 他很小的时候, 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材质。 五岁时的一天, 他突然哭闹着要纸和笔, 可是他们家里实在是太穷了, 哪里有闲钱买这个呢? 于是, 他的父亲只好从邻居那里借来这些东西, 看到纸笔以后, 孩子马上不哭了, 还写了一首好字。 很快, 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 一个没有读书的孩子, 居然会写字。 他的父亲一看自己的孩子像个神童, 便带着他到处去给人写字, 有的人为了感谢他, 就给他一些银子。 他父亲认为, 中勇能帮他挣钱了, 就不让他去读书。 过了很多年以后, 有个出外很多年的人回来了, 他向村民打听中勇的情况。 有人告诉他, 中勇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了。 中勇本身是个资质不错的人, 却最终泯然众人意。 这也间接证实了尼采的观点, 过早的成功是一种危险, 因为过早的尝试成功的滋味, 能让一个人变得懈怠。 对于那些年轻人来说, 这无异于是一种毒药, 能让他们停滞不前。 其实, 我们不难发现, 从古至今, 大凡成功者, 无不是经历了一番寒彻古, 在磨难和痛苦中, 他们练就了一身的本领和达不到的意志。 当然, 这并不是要告诉我们放弃对成功的追求, 而是要让我们学会锻炼自己的韧性。 无论当下的情况如何, 都不要过分张扬, 也不可就此松懈。 宋代著名大文学家苏东坡, 在评论楚汉之争时就曾说过, 汉高祖刘邦所以能胜, 楚八王项羽所以失败, 关键在于是否能忍。 项羽不能忍, 白白浪费了自己百战百胜的勇猛, 刘邦能忍, 养精蓄锐, 等待时机, 最后夺取胜利。 刘邦可以称大业, 是他懂得忍下人之言, 忍个人享乐, 忍一时失败, 忍个人义气, 而项羽气大, 什么都难以容忍, 不懂得小不忍, 责乱大谋的道理。 大业未成身先死, 可悲可叹。 女次人李清照也叹,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当然, 要想获得最终的成功, 我们还需要从多个方面努力。 首先, 做事要有条理, 有秩序, 不可急躁。 急躁是很多人的通病, 但任何一件事, 从计划到实现的阶段, 总有一段所谓时机的存在, 也就是需要一些时间, 让它自然成熟。 假如过于急躁, 而不甘心等待的话, 经常会遭到破坏性的阻碍, 因此, 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有耐心, 压抑那股焦急不安的情绪。 第二是, 立即行动, 勤奋才能产生行动。 我们都知道, 勤奋和效率的关系。 在相同的条件下, 当一个人勤奋努力工作时, 他所产生的效率, 肯定会大于 他懒散时的工作状态。 高效率的工作者都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 他们能够收获工作上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三十, 低调中修炼自己, 积累自己的实力。 这需要你把每件任务当成自己唯一的追求去做, 调动所有的储备和资源, 寻求一切可能的帮助。 没有这种弃而不舍的精神, 你可能一辈子也做不成什么大事。 尼采说, 有些人在接受了食物、 衣物、 住所乃至爱人健康等以后, 他们还是会感到不满足, 因为他们缺少能证明自己价值的力量。 从心理学上来说, 尼采这句话中的这股力量, 就是指获得幸福和给予他人幸福, 实现理想生活状态的一种积极的力量, 即内在幸福力。 其实, 对于这种力量的渴望, 也是人的需求的一部分。 的确, 人生在世, 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需求。 对此, 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需求层次理论, 并将人的需求分为五种, 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 按层次逐渐递渐提升, 分别是生理上的需求, 安全上的需求, 情感和归属的需求, 尊重的需求, 自我实现的需求。 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人的心理需求, 应该是更高层次上的需求。 可能在很多人看来, 有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有着用之不尽的金钱, 那就是幸福。 然而, 如果我们失去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 我们就会觉得, 如同活在地狱一般。 对此, 我们不妨先听听这个故事。 很久以前, 在西方, 有一个人在死后, 来到一个美妙的地方, 这里, 他能享受到一切他曾经没有享受过的东西, 包括妙龄美女和美味佳肴, 还有数不尽的佑人在伺候他, 他觉得, 这里就是天堂。 可是, 在过了几天这样的生活以后, 他厌倦了, 他对旁边的侍者说, 我对这一切感到很厌烦, 我需要做一些事情, 你可以给我一份工作做吗? 没想到, 他得到的回答却是摇头, 很抱歉, 我的先生, 这是我们这里唯一不能为您做的, 这里没有工作可以给您。 这人非常沮丧, 愤怒地挥动了手说, 这真是太糟糕了, 那我干脆就留在地狱好了。 您以为您在什么地方呢? 那位侍者温和地说, 这则预言是要告诉我们, 一个人失去了工作, 就等于失去了快乐。 事实上, 工作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生存的机会, 还让我们找到了在社会中的价值。 但事实上, 生活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认识到这一点。 他们可能因为报酬不理想, 而放弃现在的工作, 或者为了前方一个薪资更好的工作, 而放弃快乐, 或者在现有工作上, 做一天和尚装一天钟。 因为他们工作的目的, 就是为了每月按时发放的薪水, 而却没有想到工作是否快乐。 当然, 实现幸福的力量不仅仅来源于工作, 更是一种对未来的憧憬, 对目标的追求。 人们常说, 思想有多远, 就能走多远。 这句话虽然有点夸张, 但却道出了思想对行动的指导作用。 同样, 一个人能够走多远, 关键取决于自己的目标。 那么, 具体而言, 我们该如何寻找自己渴望的力量呢? 你可以记住以下这几点。 一是, 关注未来, 不要满足于现状。 如果你得过且过, 每个月只为那点薪水而工作, 那么你怎么会有热情呢? 又怎么能为社会产生价值呢? 相反, 那些有梦想的人, 则不会只关心这些眼前的事物。 他们一般会用长远的眼光, 关注未来。 其实啊,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梦想。 但是出于各种原因, 可能这种梦想会逐渐被磨灭。 任何人潜能的激发, 只有具有一个伟大的动力, 才会被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 的确, 梦想和目标, 可以燃起一个人所有的激情和全部潜能, 载着它抵达较辉煌的彼岸。 如果有了目标和梦想, 不要把梦留在想, 一定要付诸行动, 制定目标, 这样才会带来真正需要的方向感。 也许你会说, 现在每天的学习和生活都十分安逸, 还需要什么梦想呢? 但请记住, 能用自己的力量去创造美好人生的人, 一定拥有超大的梦想和超过自身能力的愿望。 二是, 树立脚踏实地的态度。 你如果想变得伟大, 想成就一番事业, 就必须具备勤奋的工作态度。 爱因斯坦说, 人的价值蕴藏在人的才能之中。 在天才和勤奋二者之间, 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勤奋, 她是几乎世界上一切成就的摧产婆。 真正的成功是一个过程, 是将勤奋和努力融入每天的生活中, 融入每天的工作中。 成功没有捷径, 她需要脚踏实地。 三是, 努力工作获得成就感。 日常工作中, 一些人缺乏使命感, 没有工作积极性。 某种程度上, 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没有信心。 其实, 信心是自己给自己的。 如果你努力工作, 你就能看到自己的成绩, 你就能成为行业内的专家。 当你拥有成就感和自豪感以后, 你的使命感也就逐渐形成了。 每一个人自打出声的那一刻起, 就希望获得自我价值的认定, 就希望获得一种力量。 因此, 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行动起来, 从而拥有持久的热情和动力去寻找梦想。 你才说, 面对赞许, 我们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一种人害羞谦虚, 另一种人沾沾自喜, 止步不前。 这里, 你才向我们展示了 面对赞许的人们的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是谦虚, 另一种是沾沾自喜。 很明显, 我们推崇的是前者, 因为只有谦虚才会有进步, 骄傲自满, 只会让我们陷入止步不前的境地中。 诚然, 我们都爱听好话, 被赞美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谁都需要赞美的声音, 赞美在我们生活中是很正常的事, 只不过, 过于看重赞誉的人, 往往会变得虚伪, 变得骄傲, 甚至会因此不可自拔。 心灵上, 谁都需要赞美与安慰, 这样友善的赞美, 赞誉是很令人快乐的, 坚定的接受是一种光荣, 然而, 有些人, 是为了这样那样的赞美, 而刻意去表现自己, 这样就迷失了自己。 一位哲人说过, 只有真实的赞美, 才能最打动人的心灵, 我们都是爱听赞美之言的, 经常要求别人不要吝惜赞美, 因为赞美是春风, 它使人温馨和感激, 赞美是火种, 它可以点燃心中的憧憬与希望。 如果身边的人, 能实时以饱满的精神, 欣赏的眼光, 激烈的话语赞美我们, 肯定能起到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因此, 生活中的每个人, 都应该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 即使在生活中取得了成绩, 被人赞美, 也不可以自高自大, 目中无人。 曾经有一个养殖村, 这个村里的村民, 基本上都是以养猪为生。 有一次, 村里的猪圈被邻村的人破坏了, 几头猪跑了出去, 这些猪经过放养以后, 变得很凶悍, 人们很难捕捉到它们。 有一天, 村里的一个老人说, 自己要把这些猪都捕捉回来, 大家都嘲笑他, 因为即使村里那些猎手也很难做到, 不过老人却做到了。 老人是这样做的, 他首先找到这些猪经常出没的地方, 然后在空地上放少许鼓粒当诱饵。 刚开始的时候, 这些猪还很聪明, 都不靠近这些鼓粒, 但几天之后, 他们发现这些空地是安全的, 便把那些鼓粒都偷吃了。 最后, 老人又在空地上多放了些诱饵, 只是几尺远的地方竖起了一块木牌, 这些猪一看到木牌就撤退了, 但面对那些诱人的鼓粒, 他们还是经受不住诱惑, 于是他们又回来了。 此后, 老人每天都会在鼓粒旁边多夹几块木板, 看到这些木板, 这些猪还是会远离一阵子, 但最后都会再来白吃午餐。 最终, 围栏也做好了, 陷阱的门也准备好了, 最终, 这些猪因为不劳而获, 而被老人重新捕捉到围栏里。 可能我们会取笑猪的愚蠢,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 可以得出一个道理, 一个人被赞许之后, 就好比对方给了收买他的好处, 自然会放松警惕, 甚至成为他人的盘中餐。 人生在世, 要经历的东西太多太多, 成功也好, 失败也罢, 都没有必要过于执着。 如果是因为成功而得意忘形, 使自己陷入不利的位置, 那更是得不偿失。 有些人在苦苦打拼的时候, 一步一个脚印, 踏踏实实地向前走, 虽然艰苦, 却很少出什么大的疲漏, 而另外一些人成功之后, 却整日沉醉在无尽的喜悦当中, 忘记了继续努力, 忘记了敌人的忽视眈眈, 最终只能是自取灭亡, 这样的人成功得快, 失败得更快。 任何时候, 我们都要坚持住自己, 坚持自己的个性, 绝不可活在他人的眼光之中。 为此, 首先, 我们要冷静思考, 分析, 抵御赞美的诱惑。 我们面对赞美之言时, 要能够冷静地思考分析, 然后从中有所悟。 一般人都会被赞美之词冲昏头脑, 然后由欣喜转为骄傲, 最终目中无人。 但如果能抵挡得住别人赞美的诱惑的时候, 就能够成为善于运用智慧的人。 二是, 要有自知之明, 人贵有自知之明。 这个明既表现为如实看到自己的长处, 也表现为如实分析自己的短处。 如果只看到自己的短处, 似乎是谦虚, 实际上是自卑心理在作怪。 而如果只看到自己的长处, 那么就是自大, 持有所短, 寸有所长,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 如果我们能够客观地评价自己。 在找出自身长处和优势的同时, 也能够看到缺点和短处, 那么便能很好地弥补自己的不足。 三是, 不要放下努力的脚步。 可能现在的你已经小有成就, 你是他人眼中的榜样, 但无论你被再多的荣誉光环照耀, 都不能停止前进的脚步, 只有不断奋进, 你才能转移注意力, 不会让自己迷失在他人的赞美声中。 总之, 无论是身处什么行业, 想要做成功, 在任何时候都要做到冷静分析, 有所反省。 为了得到别人的赞美, 刻意表现自己是一种暗伤, 为了几句虚伪而缥缈的赞美, 而累积烦恼, 苦闷, 也得不偿失。 不要失去真我, 不为别人的看法而活, 不为虚伪的赞美而生。 尼采说, 一言即出, 似马难追, 并非是真正理智的行为, 看似果断, 实则很可能是顽固, 决定是否采取某种行为时, 我们应该从理性的角度来判断。 这里, 尼采的观点是, 果断与顽固可能是一步之遥, 人们总认为, 那些一言即出, 似马难追的人很有魄力, 因为只要他们下了决心去做某件事, 他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 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事实上是, 并不是所有的目标都能完成, 在错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这不是一种顽固吗? 可能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 当我们从事一件事, 身心疲惫, 想要放弃的时候, 经常被身边的人这样鼓励, 坚持不要放弃。 然而, 我们自身是否思考过, 坚持就真的会胜利吗? 事实上, 有的时候, 当我们碰到头破血流的时候, 才会发现, 原来自己一直在走一条错误的路, 回过头来看, 我们已经浪费了太多的精力, 因此, 我们在为努力奋斗, 勤奋学习, 乃至为梦想付出的过程中, 也不能太过盲目, 而应该思索自己的方向是否正确。 如果你发现, 梦想越来越远, 那么就要果断放弃, 因为放弃, 有的时候是为了更深层面的进取。 在印度的热带丛林里, 人们捕捉猴子的房子是很奇特的, 人们先放置一个固定的小盒子, 然后在里面放上猴子爱吃的食物, 而盒子并不是敞开的, 而是在上方开一个小口, 正好可以让猴子把前爪伸进去, 而贪吃的猴子肯定会把爪子伸进去, 此时他的爪子就出不来了。 人们常常用这种方法捉到猴子, 因为猴子有一种习惯, 不肯放下已经到手的东西。 人们总是嘲笑猴子的愚蠢, 为什么不松开爪子, 放下坚果逃命呢? 实际上, 我们人类又何尝不是如此? 现实生活中, 很多人都和猴子一样, 他们往往把目光盯在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上, 而且还拼命地去争取, 甚至不顾后果。 其实有的时候, 懂得放弃才能找到新的出路和机遇。 对此,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前总经理卡贝提出, 放弃是创新的钥匙, 这就是著名的卡贝定律。 对于理论教会人们, 在未学会放弃之前, 你将很难懂得什么是争取。 瑞士的军事理论家菲米尼有一句名言, 一次良好的撤退, 应当与一次伟大的胜利一样受到奖赏。 同样, 生活中的每个人也要学会放弃, 并且要果断, 大气地放弃, 以另谋出路。 当然, 并不是面对任何事都要放弃, 在毫无出路, 或者面对那些迎头小利, 或毫无前景的决策时, 才应该做有目的, 有计划的放弃, 才是追求创新, 所必须的成功条件。 纵观世界各大企业, 都未尝不懂得放弃, 在追求新机遇上的重要性, 其中松下公司尤为典型。 1964年的时候, 日本松下通信工业公司突然宣布, 不再做大型电子计算机。 当时的松下已经花费了五年时间, 投入了高达十亿日元的研究开发资金, 而研发也很快要进入最后的阶段。 松下高层突然全盘放弃, 需要多么大的胆破。 那个时候的松下经营得十分顺利, 财政上也是安全的, 所以这一决定成为世界商业史上的一次重要决定。 当时的松下性支柱, 是因为考虑到大型电脑市场竞争十分激烈, 一朝不慎, 就可能整个公司陷入危机之中, 等到那个时候再撤退, 可能就为时已晚。 后来证明, 这个撤退的决定是正确的, 之后的市场正是按照松下的预测行进, 像西门子、RCA这种世界性的公司, 都陆续放弃了大型电脑的生产, 松下用他的预见能力和全局观念果断放弃, 由此走在了他们的前面。 要看到事物的将来就必须有高远的眼光, 看清了他的将来, 坚定不移地去做, 事业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明智的人总会在放弃微小利益的同时, 获得更大的利益。 在世界软件行业, 微软为什么能处处领先? 它靠的就是创新。 很久以前,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只有硬件才能赚钱。 比尔盖茨是第一个看到软件前景的商人, 而且以软致硬, 把其软件系统应用到所有的行业或公司。 人们把盖茨成为对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商界领袖, 一点也不过分。 而假如盖茨没有放弃自己在哈佛的学业, 又何来今天的成就呢? 的确, 几乎每一个人都渴望成功的降临, 而事实上, 很少有人能预期获得成功。 有的人盲目行事, 心中有了什么好的想法, 就马上开始实施。 不等待, 不忍耐, 也不经过仔细考虑, 最终面临惨烈的失败。 其实, 要想获得成功, 就必须有周相的谋划,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再行动。 而一旦发现目标是错的, 就应该立即放弃, 并调整新的方向。 只有这样, 才能最终获得成功。 当然, 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 有的时候, 我们需要放弃的, 不仅仅是目标和方向, 还有, 让我们感到疲惫的压力。 因为, 只有放弃压力, 及时获得新的能量, 我们才能继续上路。 尼采说, 蘑菇通常生长在那些潮湿, 阴冷, 不通风的地方。 在现实中, 腐败和堕落的产生, 也是因为少了批判之风。 批判不是故意刁难, 它像一阵风, 吹在脸上很冷, 但却能使空气干燥, 以防止那些邪恶的细菌繁衍。 可以说, 批判的意义和精髓, 在尼采的这段中尽险无疑。 一个人, 要想获得成长, 一个组织, 要想健康发展壮大, 都必须能够听得进去反对的声音。 古人所说的忠言逆耳, 也就是要警告我们这一点。 一代明军唐太宗李世民说过, 以铜为敬, 可以挣衣冠, 以骨为敬, 可以知星体, 以仁为敬, 可以明得师。 贞观之志, 乃至大唐盛世的出现, 可以说正是太宗, 听得进去宰相, 为忠的逆耳忠言。 批评是一门艺术, 然而接受批评更是一种气魄。 人无完人, 任何人的能力、品质都需要不断完善。 通常情况下, 人们对自己的缺点和不足都没有清醒正确的认识, 而如果我们能虚心接纳别人的批评, 我们便能不断地完善自己。 魏王决定建造一座很高很高的台阁, 它的高度恰好是天与地之间距离了一半, 并把这座高台起名叫做中天台。 很多人知道魏王这个决定后, 都觉得十分荒唐, 于是纷纷前来劝阻他。 魏王感到非常生气, 他传下命令说, 谁要再来反对我的决定, 一律杀头。 这样, 大家都不敢再说什么, 只是在心里着急。 有一天, 一个姓许的人背着筐, 拿着铁锹到王宫来建魏王。 他对魏王说, 听说大王要建一座中天台, 我愿前来祝大王一臂之力。 见到这个前来帮助建造高台的第一人, 魏王感到很高兴, 魏王问他, 你有什么力量能帮助我啊? 这人说, 我没什么了不起的力量, 我只是能帮助大王您商量建台的计划, 魏王很高兴, 问他说, 你有什么高建, 快讲来我听听。 这人不慌不忙的说, 大王您在建造高台之前, 先得发动大规模的战争。 魏王很不理解的说, 哦, 你这是何一啊? 请大王听我分析, 我听说天地间距离, 像近一万五千里, 中天台的高度是他的一半, 那就是七千五百里。 要建七千五百里高的台, 那么台积就得方圆八千里。 现在, 拿出大王的全部土地, 也远远不够做台积的。 古时候姚舜建立的诸侯国, 土地一共才方圆五千里。 大王要建中天台, 首先就得出兵, 讨伐各诸侯国, 将各诸侯国的土地全部占领。 这还不够啊, 还得再去攻打四面边远的国家, 在得到方圆八千里的土地之后, 才算凑齐了当台积的土地。 另外, 灶台所需的材料、 人力、 灶台的人需要吃的粮食, 这些都要以亿万为单位才能计算。 同时, 在方圆八千里以外的土地上, 才能种庄稼, 要供应树木庞大的建台人吃饭, 不知道还得要多大的土地才够用呢。 所有这些都必须先准备好了, 才能动土造高台, 所以啊, 你应该先去大规模的打仗。 他说到这里, 魏王是目瞪口呆,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 魏王当然是放弃了造中天台的打算。 这里, 我们应该欣赏的并不仅仅是他的口才, 更应该佩服魏王的气度。 然而, 中国历史上, 能虚心接受批评的帝王将相并不多, 正因为如此, 他们常亲小人远贤臣, 最终被小人推进火坑, 落得凄惨悲凉的下场。 我们每个人都会在生活工作学习中, 遇到挫折、失败, 乃至磨难。 有些人会怨天怨地, 满腹牢骚, 但很少有人, 能找到自己的主观原因, 因为, 人们通常会被自己的双眼蒙蔽, 而当有人对我们指出错误批评的时候, 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 他怎么老是看我不顺眼呢? 这个人真是讨厌, 处处跟我作对, 更有甚者, 会对这人进行攻击甚至报复。 如此, 我们自身的缺点, 不仅得不到完善, 错误得不到改正, 还会理所当然地被肯定, 在身上肆无忌惮地发酵, 最后一发而不可收拾, 后悔莫及。 其实, 不妨反过来想想, 此人对你有意见, 毫不留情地指出你的失误和不足的地方, 那说明什么问题呢? 可能是你真正存在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你还做得不够好, 以至于得不到别人的认可和赞赏, 还需要自我检讨和反省, 而这些东西, 不是我们随随便便就能意识到的, 也就不会随随便便的成功。 相反, 如果你能听尽别人的批评, 然后能从自身找问题, 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 积极地虚心接受和改正, 并不断地完善自己, 这将会是你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其价值远远超过了对方批评你是直接的说话方式, 或者说伤害你的感受或自尊的程度, 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 有人批评甚至咒骂并非坏事, 有人这样对你, 至少说明你是个有价值的人, 所以当别人批评你时, 千万不要为此不高兴, 反而应该欣然接受, 他无偿地告诉了你, 现在正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你应该怎么做才能做得更好, 很多人都不喜欢接受别人的批评, 或者不敢面对别人的批评, 其实啊, 有了这些批评, 你的进步会更快, 你更能认识了解自己, 对于这样的收获, 我们应该想批评我们的人表示感谢, 从这个角度想, 你会意识到, 是他让你从茫然中醒悟, 然后你便可以重新认识自己, 审视自我, 那么对方也会对你刮目相看, 你的人际关系也会其乐融融, 尼采说, 只要你工作竭尽全力, 通常都能获得一定的成果, 对他人也比较宽容, 这样的人是值得我们交往的, 尼采这句话的含义是, 我们要与那些积极向上, 努力工作的人为伍, 只有这样, 我们自己也才会成为积极向上的人, 有人说, 人就像一个磁场, 无论什么样的人, 都会像磁场一样去影响别人, 就像阳光的人, 会让你豁然开朗, 开心豁达的人, 让你心情舒畅, 积极的人, 给予你积极的影响, 消极的人, 给你消极的影响, 有句谚语叫做, 跟着好人学好人, 跟着私娘跳假神, 人的情绪和心态, 是能够相互影响的, 因此,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热爱工作, 积极向上的人, 你也就必须要和积极的人为伍, 心理学家研究认为, 人是唯一能够接受暗示的动物, 积极的暗示, 会对人的情绪和生理状态, 产生良好的影响, 激发人的内在潜能, 发挥出超常水平, 使人进去, 随人奋进, 因此, 人际交往中, 如果你想提升自身的价值, 有一番作为, 就远离消极的人, 而与积极上进的人为伍吧, 否则, 消极者会在不知不觉中, 偷走你的梦想, 使你渐渐颓废, 变得平庸, 生活中最不幸的是, 由于你身边缺乏积极进取的人, 缺乏远见着实的人, 你的人生变得平平庸庸, 黯然失色, 微软最初是从两个好朋友创业开始的, 发展到现在, 已经成为拥有八万多员工的大企业了, 公司中, 比尔盖茨的领导力,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他独特的人格魅力, 他所创造的积极勤奋的工作氛围, 吸引了全球软件行业的顶尖人物, 纷至他来, 他们个性迥异, 如果没有他们对盖茨的感恩, 对工作的勤奋, 那么, 微软在三十年的创业历程中, 时刻都有可能分崩离析, 微软公司内部, 早已经营造出一种工作第一, 以公司为家的气氛, 当年, 比尔盖茨本人, 对工作的狂热和勤奋, 也带动了员工的工作激情, 大家都是没日没夜地干, 甚至可以一连几天都不休息, 人们也经常看到盖茨加班工作, 和员工一起讨论公司的经营计划, 并经常鼓励员工, 工作上要突破障碍, 努力进取, 对表现出色的员工, 比尔盖茨会给予高额的物质奖励, 以及精神上的鼓励, 这也让员工自身的价值得以体现, 对微软和盖茨都充满了感激之情, 而这种感恩, 又会带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 面对困难时, 一个员工可能难以解决, 但是多个员工同心协力, 困难就会很容易被瓦解, 如今的盖茨已经离职, 但是他为微软创造的价值, 以及为微软员工带来的影响, 却是深远而意义非凡的, 正是他站在员工们的前面, 为员工做榜样, 才是更多的微软人找到了归属感, 让员工真正体会到, 微软不只是给员工发薪水, 还关注员工未来的发展, 以及他们的家庭, 从而使员工心怀感恩, 更乐于勤奋工作, 的确, 勤奋不仅仅是一种对待生活, 工作, 学习的态度, 也是一种感恩的具体表现, 一个人只有心怀感激, 才能投入全部的激情, 努力的工作, 这样, 无论他遇到什么困难和压力, 都能不断寻找解决的办法, 而不是牢骚满腹, 也才能不断提高自己, 赢得成功。 我们不可能与所有人都相交, 因此, 我们应该有目的地解释他人, 比如, 那些同一专业里的专家, 权威人士, 和他们结识, 把他们当老师, 我们不仅能学到最精尖的专业知识, 更能学到他们对专业和技能的钻研精神, 甚至能在行为得失上给我们一指导, 也能扶持我们一步步成长, 成功。 总之啊, 如果你也想做一个成功者, 就要时刻向成功者靠近, 与成功者为伍, 哪怕并不是同一领域的人, 他们也可以与你交流他们的经验和教训。 你可以从强者身上学习如何变得更强, 哪怕这样会让你自残行贿, 但是你得到更多的, 则是来自成功者的宝贵经验, 来自榜样的无穷激励, 尽诸者赤, 只有时刻学习一流人物的品质精神, 才能让你逐渐也成为一流的人物。 有些人玩事不公, 工作不尽全力, 他们只会为了心筋而勉强工作, 这样的人, 他们的心是狭隘的, 对于竞争对手, 他们也会毫无根据的怨恨, 对他人怀有憎恶之情。 尼采这句话, 是劝诫我们, 要选择与积极努力工作, 心怀感激的人为伍, 而对于那些应付工作, 为了钱而工作的人, 要远离他们, 因为他们会磨灭我们对工作的热情, 让我们成为和他们一样, 玩事不公, 缺乏责任心。 然而, 我们生活的周围, 却到处充斥着这样一些人, 他们每天带着一脸的茫然和无奈去工作, 茫然地完成上级的任务, 茫然地领回工资, 他们认为, 自己所做的, 不过是为别人打工而已。 很明显, 这种消极的工作状态, 无论对于员工个人, 还是对整个组织而言, 都是极为不利的, 被动地应付工作, 我们自然不可能投入全部的热情和智慧, 也就不可能在自己的岗位上有所成就。 同时, 我们深知, 效率是任何管理工作的根本目的, 没有工作热情的工作状态, 又有什么效率可言呢? 相对而言, 我们要有意识地尽量远离这些人, 就算他们有别的长处, 但毫无疑问, 他们还是会成为你人生经历中的毒药。 事实上, 对世界充满抱怨的人, 几乎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有一天, 一个生物学家经过一家农场, 看见鸡舍里的鸡群中, 有一只老鹰, 于是就问农场的主人, 为什么鸟中之王, 会落魄到这般与鸡为物的地步呢? 农场主说, 因为我一直为它鸡饲料, 把它训练成了一只鸡, 所以它一直都不想飞, 它的一举一动根本就是一只鸡, 它也根本不以为自己是一只老鹰了。 生物学家说, 不过它到底还是一只老鹰啊, 应该一交就会的。 经过一番讨论后, 两个人终于同意试试看是否可行, 生物学家轻轻地把老鹰放在胳膊上, 然后说, 你是属于蓝天而不是大地的, 展开翅膀飞翔吧。 可是, 那只老鹰有些疑惑, 因为它不知道自己是谁, 然后, 它看到鸡群在地上啄食, 于是又跳下去, 和它们作伴了。 生物学家不死心, 又把老鹰放到屋顶上, 怂恿它飞。 它说, 你是一只老鹰啊, 张开翅膀飞翔吧。 可是, 老鹰对自己的不明身份, 和这个陌生的世界感到恐惧, 于是又跳到地上觅神儿去了。 我们不得不为这个老鹰感到悲哀, 原本它有着鹰的特质, 却因为长鸡和温顺的小鸡们在一起, 而失去了飞翔的本领。 其实, 很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原本他们很优秀, 由于周围那些消极的人影响了他, 使他缺乏向上的压力, 丧失前进的动力, 而变得俗不可耐, 最终变得如此平庸。 我们不难发现, 工作中有两类人。 第一类, 我们可以经常听到他们向身边的人抱怨, 为什么我的工作这么累呀? 我们的工作太无聊了, 工资太少了, 工作毫无前途。 第二类人, 每天清晨, 我们都能看到, 他们带着微笑来到办公室, 他们总是快乐地工作着, 领导交代给他们的工作, 他们总是能积极完成。 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呢? 你更愿意与哪一类人共事呢? 很明显是后者, 因为从他的身上, 我们能够感受到, 让我们积极奋进的工作能量, 能让我们产生一种, 对工作和他人的感恩之心, 能让我们每天, 以愉快的心情去工作, 那么我们自然能够从工作中收获多多。 总之啊, 我们每个人都要明白的是, 工作岗位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工作为我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 工作中只有远离那些消极, 玩世不恭的人, 亲近那些积极奋进, 怀有感恩心态的人, 我们才会获得持久的工作动力。 尼采说, 在现实生活中你会发现, 那些到处宣扬自己是值得信任的人, 反而无法取得他人的信赖, 因为这样的人, 要么表现得自高自大, 让人觉得是自恋狂, 要么是因为太爱自己, 而认不清自我的人, 因此, 证明自己值得信赖的最好办法, 是以行动使人。 这里, 尼采向我们表明了, 行动在信任建立过程中的重要性, 行胜于言, 对他人的诚信行为, 远比那些空洞的语言更真实。 我们都知道, 诚实是做人的原则, 是一种政治的品德, 历来受人推崇, 现代社会, 市场经济的繁荣, 竞争得日益激烈, 人们深知信任, 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 然而, 一些人却认为, 只要说好场面话, 就能建立信任, 很明显, 这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也正因为如此, 他们的言行不一, 导致了彼此间的信任危机。 莎士比亚有句名言, 质朴比巧妙的言词, 更能打动我的心。 其实, 只要我们把行动放在第一位, 少说漂亮话, 是很容易打动对方的。 大雪纷飞的一天, 一场战斗正在进行中, 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 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名军官, 带着自己剩下的几名士兵, 继续守护自己的城市, 但不幸的是, 他很快听到消息, 敌军马上就要来攻打这座城池, 而凭他们的实力是撑不了多久的。 为此, 他决定派自己一名最值得信任的士兵, 去另外一座城市求援。 在接到命令后, 这位士兵马不停蹄地赶往另一座城市。 在半路, 士兵却遇到了一个难题, 天马上要黑了, 温度也下降很多, 前面的湖面一个人都没有, 任何船家都回去了, 他只得在这里等候, 看看有没有出没的船只。 天黑了下来, 这个士兵很害怕, 瑟瑟的风吹着, 他冷得缩成了一团, 天又开始下雪, 而且越下越大, 他暗暗祈祷, 上天哪, 求你再让我活一分钟, 求你再让我活一分钟。 当他就快撑不住的时候, 他看到天亮了, 他牵着马来到河边, 眼前的场景让他欣喜若狂, 那条原本阻碍他的大河已经结冰了, 他试着在河面上走了几步, 发现冰冻得非常结实, 他完全可以从上面走过去, 士兵欣喜若狂, 就牵着马, 从上面轻松地走过了河面, 城市就这样得救了, 得救于士兵的忍耐和等待。 其实, 我们的身边, 也有这样一些, 和故事中的士兵一样值得信任的人, 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 他们也会坚守自己许下的诺言。 做人最要紧的是诚实, 一个人不诚实, 人家就不相信你, 失信于人, 就不会有微信, 也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了。 这是我国伟大的历史学家, 司马光的父亲司马驰, 从小对孩子的尊尊教导, 守不守信用, 讲不讲信义, 是一个人具不具备良好人品的表现, 而他的行程不是随随便便的, 是在生活实践中慢慢形成的。 白尺之台始于雷土, 为此, 一定要注意从小事做起, 从一点一滴做起。 首先, 防危杜鉴, 认识到不诚信行为的危害。 有位美国学者, 为了给自己的某个研究找素材, 他来到一个监狱, 并采访了50个罪犯, 最后他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 有一个罪犯, 在坦白自己是怎样走上犯罪这条道路时, 这样对他说, 我是从撒谎开始走向犯罪的, 那你为什么要撒谎呢? 小的时候, 家里面兄弟姐妹好几个, 有一次分苹果吃, 其中一个苹果又大又红, 我们都想要那个大红苹果。 我对妈妈说, 大的红苹果给我吃, 妈妈瞪我一眼说, 你不懂事, 你怎么带头吃大的呢? 当时我发现, 谁越说要, 妈妈就越不给谁, 谁不吱声或说了反话, 谁就最有希望得到。 这时我就撒谎说, 妈妈我就要最小的苹果, 妈妈说真是个好孩子, 就把大苹果给你。 说假话, 可以吃到大苹果, 越想要就越不说, 到时候你的表现好就可以得到, 我们为了吃大苹果, 所以就说假话。 一次次小的撒谎行为, 就可能酿成整个人生的悲剧, 这些罪犯, 之所以会走上人生的错误之路, 就是从小小的谎言开始的。 二是, 凡事诚实, 不要敷衍任何人, 只有诚实, 才能看清自己的未来, 触摸到幸福的温馨, 生活中, 无论是对朋友, 还是对同事, 家人, 都要做到诚实面对, 凡事做到温馨无愧, 你一定会成为一个正直的人。 三是, 一诺千金, 不要为了面子轻易允诺他人, 真诚是力量的一种象征, 它显示着一个人高度的自重, 和内心的安全感与尊严感, 守信也是一种具备荣誉感的表现, 也就是说, 不要轻易许诺别人, 一旦许诺, 就要尽力做到, 的确是非人力所能为的, 就一定要放下面子, 及时诚恳地向对方说明实际情况, 请求谅解。 总之, 一个重视自己的诚信行为, 言必行, 行必果的人, 才能逐渐形成迷人的人格魅力, 才能成为值得信赖的人, 也才能最终得到帮助, 这也会是我们一生的财富。